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i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六月份买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边六月份开始打折嘛 然后所以说就进了好多比较 就是就会不停的购物嘛 看到打折就想买对不对 然后今天主要就是分享一些 就是美妆和算是保养品吧 那我们就开始吧 你看我今天化的妆啊 特别为你们准备的 本来是想拍一个化妆视频的 后来我觉得这妆没人化 因为太浓了你出不了家门嘛 我觉得可能还是日常妆你们更喜欢你 而且在家唇色这么艳 它都不是艳 它都是发紫了 但是我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种紫的唇 其实今天整个妆容都是来配这个嘴的 然后我还是觉得眼睛有点 hold不住这个嘴嘛 但是应该还可以 我感觉好像你们相机里面看的不太清楚 就蓝色 黄色 粉色 就这么就是一个渐变过去 我还蛮喜欢的最近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嘛 然后就是化妆总是用搭地色 就有点用腻了 所以现在就就开始尝试彩妆 就是比如说粉色呀 紫色呀 蓝色呀 这一系列来当眼影 然后后来就是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配这种黑的嘴唇特别的好看 而且最近我特别喜欢这种黑的嘴唇 虽然说是夏天啊 其实黑嘴唇应该是冬天的 就是秋冬的妆种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就超想化这种黑唇 对 然后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黑唇 刚好在打折 超便宜 打了半价 那么看这有多黑 Dior的 这是862号 我觉得这个超黑 我看见我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进了 然后其实你看它上了唇以后还是发红的 它没有像它 像它这个 这个 它这上面这么黑 你看 但我用的是这个 所以说感觉还蛮不错的 然后之后呢 就是我挺久之前就买了的 嗯 就是那个叫赫莲娜是吧 就HR那个牌子呢 都是口碑的嘛 大家其实都知道它家的这个 嗯 睫毛膏 然后我是去它的柜台 试了好多 它那个睫毛膏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是我最喜欢的 我在 我那日常妆容里 也有 也有介绍吧 就是那个日常妆容里 你们要去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就是 我用这个 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我先画了一下 然后 嗯 之后就另外一个就没画 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区别特别大 在就是相机其实挺吃妆的 它都它都区别挺大 叫Lush Queen 这是 对 然后就金色的这 它这还有一款是同样的 然后但是是防水 哎呀 但是防水的 我觉得挺适合那个 就是油性皮肤 就是眼妆容易掉的同学使用的 但是我没买到 其实我挺想买那个 就是 叫什么 嗯 防水的 但是 他们那个因为打折就抢没了 我就抢一个这个的套装 这一个套装里有一个这个 然后有眼睛的精华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哎 卸妆水 然后也不贵 就是这一套装加起来啊 才才二百多块钱 就二百多块钱 人民币 这样 然后 然后就这个 因为我 从来都是兰扣的嘛 我不敢尝试新的 因为以前尝试过新的 然后完了我就觉得 皮肤就特别接受不了 后来我就说我试一下这 我发现这还挺柔和的 还挺好使的 卸的也挺干净 对 后来我就用这来卸眼妆了 因为 反正这皮也小嘛 就试一下新嘛 所以这这都挺不错的 他们家的眼妆都挺不错 可惜 可惜这边好像听说那个Safora 他们家的这个柜台要撤 就在瑞典 所以所以说他他才打折这样 打得还狠狠 我有点可惜没多买几支 但是 这这这支是我 他所有支撕出来 对我最好使的 嗯 对 然后呢 之后 我就 还是在他家买的吧 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特别彩妆嘛 然后彩妆我又特别迷蓝色 但是 其实你要是用那个 就是眼影的话 你的蓝色是扫不出来的 就是我就觉得你要是用眼影的话 不够持妆 我希望他妆容持久一点 而且 要显得那个蓝色要非常的蓝 那怎么办呢 我就去找这个蓝色眼线笔 我拿眼线笔当 当眼影使 就是眼线笔 然后涂涂涂涂涂上去 然后给它运开 运开以后 它就是 它就是 就像眼影一样 然后而且蓝的特别的彻底 你看 我觉得蓝的特别的彻底 而且 不容易掉妆 就有点那种 呃 眼 叫什么 呃 眼影胶的那种感觉 就是真的是 而且这颜色呀 超好看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色 看到了吗 反正我 我蛮喜欢的画手上 我还买了一支 那个MAC的 然后它就里边有点闪光 我之前好像 画那个 姚晨仿妆的时候 我给大家 我在眉毛上画了一点 但那个眉毛上去画的 不是特别清楚 它这就是深蓝色嘛 然后这边就有点偏紫的那种蓝 然后就觉得两个配在一起 肯定用起来很好 不 我还是 就 Saphore就是 最近挺迷的嘛 因为他们家东西不是特别贵 然后又 又性价比又挺高 又挺好使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 我之前不是一直说我的那个 睫毛夹不好使吗 我就买了一个他们家的睫毛膏 不 睫毛夹 然后他们家这个 你看这个弧度 它这个弧度是刚好 它这有点磕 你要是眼睛太往里凹的人都用不了 因为 你看它 它 它就是这块啊 就完全就是你搁上去就贴 它这个 怎么能展现一下 你看它这个角度看到了吗 它这个角度 我刚开始用的特别不习惯 因为我喜欢那种 就这块是直的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掌握这个 这个角度嘛 这就有点说你必须要强迫你弄 然后往上这么加 我刚开始特别不习惯 我说这怎么设计成这样了 然后 然后怎么感觉那么难使 但用久了以后 我发现超好使 因为 你直接往那一放 你只要直接往那一放 然后你的那个睫毛 就直接就落在这个上面了 一加一台 超方便 而且这个 这个你要加下眼线 就下睫毛也特别好加 然后我以前都不敢尝试 加下睫毛 然后我用他们家 我就我就敢加 因为它这个 就是这个角度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有粉色 觉得蛮 蛮少女的 还挺好的 然后最 然后还有就是我买一个 就是我之前是看的是谁的视频啊 哎呦那女孩叫什么呀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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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有一个限量版的 那个 那个 Benefit的 那个 修容的 一整套 哇 我就看了以后 就觉得好好使 就她 提亮啊 高光啊 然后还有修容啊 然后还有 还有腮红啊 然后什么 呃 还有什么 就还有眼影 还有几条啊 还带了几个眼影吧 我看她那视频里 哇 我说怎么那么全呀 就一个就全包了 然后你知道 你们知道我之前用的 不是那个 Beyers Minerals的那个 Beyers Minerals的那个 All Over 全部都包 然后我就去去那个 Sephora看嘛 什么Benefit 没有 她 她那个 她那个女孩的那个视频里 那个 乎拉粉呀 还有什么的 就那些修容 全部在一起 就整个什么颜色都有 后来我就超迷 我好想买一套 后来就去完了以后 就发现这个 他们新出的 Too Faced新出的 大家打开可以看 然后我当时买 我当时为什么就决定买 一个是她颜色很干净 她 Too Faced她不之前 也有一袋是 也是coco粉的嘛 就是巧克力味的那种 但是她是那种 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的 我不喜欢那种一半一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看到这以后 你看她这个颜色 这颜色就这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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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是 还送你一个刷子有没有 超软的刷子 就是我用这款 就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用了 Better Minerals的那款吧 它就是 特别容易就上色了 然后 然后这款呢 就 嗓子都跟没嗓一样 那你可以看我 这都跟没嗓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我就觉得 怎么就感觉没修一样 然后后来我发现啊 但是就是你 你修完了以后 你站在镜子前面 你自己就看 你就觉得自己的脸 超级有光泽 就是它能 它能把你的光泽出 显得特别有光泽 它就是 悄无声息的帮你修容 还蛮喜欢的 但其实我对 Too Faced的印象都不太好嘛 因为我之前 我只买过他们家之前的这个 就是 叫什么 眉粉的套装嘛 就这眉粉的套装 我就觉得好难使 就是 不上色 就感觉他们家的粉 都不上色的感觉 但这用了这个 觉得 还可以 就因为它不上色 所以它反而显得自然 就是看你 你的个人喜好 我是有点不太习惯这个粉 但是我在 因为我想尝试他们 总的努力在尝试 像那种 就是那些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试了忽拉粉嘛 然后试了忽拉粉 他就跟我说 他说就一抹就是特别黑 那你如果是脸很白净的女孩的话 你可以试这个 因为这个都 我反正用我脸上是上不出色来 就是我得刷好多层 我才能看见 有一点黑了开始 开始有点黑颜色 但是就挺悄无声息的修你的容的 然后让你看起来脸就很自然 就自然的脸型这样 所以还蛮推荐的 也不能说推荐吧 因为我也刚使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专台试一下 但是这好像我 我写微博的时候 我在网上查 好像中国还没有 好像是啊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修容东西 最好是自己去试一下才好 你们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也是Sephora的 就是这个啦 眼线笔 就是眼线液 其实我不是特别爱使眼线液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眼线液画出来的 就是眼线特别的死 而且说实在的 我不太喜欢就是眼线液 就是前面细了巴唧的这个触感 就是抹在眼睛上我特别不舒服嘛 因为我算是有一点 我眼睛算是一穿我妈是那种敏感类型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犹豫半天 我说我买不买这个呀 就是 就是他 他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好使啊 因为我也 我也不脱妆或怎么样 他他持久不持久 像我持久不持久 对于我来说都其实无所谓的 但是我就特别 中意他这个特别喜欢他这个板 这个板板 就拿着就直接就这么画 又超稳 因为你像拿 拿这种的笔的话 你要是拿的是那种眼线液 液笔的话 你画的时候 他那个尖就直戳你眼睛很难受 我就很喜欢这么着横着画的人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尖戳我嘛 所以说就看了这手枪的这个形状 我就觉得 哦我要买它 就是 但是他这有一缺点啊 就你开盖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手上 就是你要是开的快一点的话 他很容易手上就粘到这黑 然后就一手黑 不过还好 就是你要注意的话就还好了 是不是 反正我就是 他又出我的门 我就只 只觉得这个造型很很方便化 然后最近呢 我还是比较 比较喜欢 就是我疯狂的在买刷子 我就想买那种 又便宜又好使的刷子 然后发现H&M在打折 因为我们瑞典就H&M最多嘛 就街上 你哪都能见到H&M嘛 然后后来 它这个再打折 诶 这个是我在哪买的 这好像不是在H&M买 但这个反正 这个就是那种 让你混 就是上完眼妆混在一起的 那根筆 运染笔 对 运染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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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运染笔 然后我就很喜欢它这个长板 但是不是特别好使 这个 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眼睛上面买 买还是买好一点的 因为这个太糙了 那一扫眼就痛得要死 完了以后呢 我就去H&M我就找到了这个刷子 它打折才二十块钱不到吧 二十块钱好像 二十块钱 原价好像将近一百块钱 人民币哦 然后你看就这个 这就是刷那个 叫什么 粉底液 对粉底液的 就用这个刷 我就是我一看到这个 哦 我好想买它 我好想回去试一下 因为我有时候粉底液 会有推不开的那个 那个感觉嘛 而且最近我学了一个新手法嘛 它是 它那个视频上是 我的新手法也在那个日常妆容里有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怎么刷粉底液啊 就怎么让它更加持久的脸 而且显得更自然 然后我之前都用这个刷嘛 诶 这个刷嘛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老黏在一起不舒服 我就看到这个就觉得 哇这么刷多爽啊 就是它是你的手能立起来 这你手还要横着 这你能立起来刷 而且它本身就给你刷Fondation 它上面这就写的说是给你刷Fondation 然后毛还特别舒服 哦 我觉得这20块钱买的太直了 太直了你知道 因为它的毛就都是超级软 就放在脸上 不是特别的渣渣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还在H&M又买了一个 又买了一个嘛 就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那个扫那个散粉的嘛 我就想着我摸的那感觉挺好 这个我摸这手上感觉稍微有点扎 我想哎算了 没事我就买嘛 因为我很想要一种大的 感觉就很 用起来又很开心 但是这个确实很好使 就撒散粉的时候 就是能把散粉撒的特匀 可是吧 就是也是料子不好 等我有钱的时候 我去我下下狠心 我倒是下狠心 我买一个贵的去 但目前我就算了 因为我不想花钱 花在这个上面 后来我还在H&M买了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组装的这种 就是大的和小的 然后它是一共是六个 还是八个这样 因为我不 你们看我不剪齐头帘了嘛 我其实我特别啊 我剪齐头帘 初初就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里 就好多那个韩国人他们化妆的时候 都爱这么卷着画嘛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后来我用一剪刀给剪了 结果自己给剪的太短了 剪太短完了以后 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用这个呀 这用完了以后 这太大了 你看这太大了 就特别奇怪 所以就这小的就刚刚好 好使 就是 其实就是为了卷这个买的 也不贵 才十多块钱吧 十多块钱 对 然后之后 之后呢 就是 我就是 我不是说我这个眼睛这些嘛 我就是最近不特别喜欢那种 彩色的妆容嘛 因为我要尝试各种各样的比较colorful的感觉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牌子 反正它就很便宜 这么大一个啊 然后 大家打开可以看 就有点像iPad那个大小嘛 就是 对 就iPad的大小 然后你看它 它标识还很清楚 眼睛是眼睛 然后 它的嘴唇是给嘴唇 嘴唇我肯定是不会用的 嘴唇的话我要用 我也有可能用到眼睛上这样 因为它 它比较固体嘛 就我要是如果想要固体的话 我可能会用到我眼睛上 因为我觉得 呃 彩色我不是特别经常用 所以我就没必要买一个 买一个特别好的牌子 只要是差不多就行 然后我觉得 我试画了两次 上色还不错 但是就是你必须要弄很多 很多很多你才能上色 然后之后 你一定要就之后那个眼睛的primer 要搞好 就眼睛的妆前乳 搞好再用它 它就比较持久 要不然的话就不持久 就可能你走一走 处处游就掉了 毕竟不是好牌子嘛 但是就好就好在它有很多颜色 而且这些颜色都是我觉得 我画彩妆的时候会用到的 不是特别俗的那种颜色 然后就买了就特别开心 那好吧 这就是我介绍的美妆部分啦 就我最近 就是最近近的一些东西 然后觉得还蛮值得分享的 那下面呢 我就来介绍一下我的美容产品 不是很多啊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很长 或怎么样 就看不下去了 继续看下去 please 我还是去Sephora 他们家这个叫什么西斯黎 在打折 就是打六折 就相当于快半价了 然后西斯黎不一般都很贵嘛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因为我以前也是光看 我也不敢入手 因为太贵了 太贵了 然后这个的话 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快卖没了 我就好心疼我的钱 就这么一小罐 你看就我手这么大小的 这一罐原价要800多 然后打完折了以后 就是400多 还是500多 我忘了 就是 它是那个面膜嘛 它就是那种面膜 我用是没什么感觉 它上面写的就是 它那个官网上就写的说是有那种细致毛孔 然后还有去除黑头啊 还有什么舒缓肌肤这样的 然后我反正也是在那个我的微博上有介绍过 后来我又多用了几次嘛 我用其实效果不是特明显 但是我给我妈用 因为我妈的黑头特别的严重 而且她毛孔比较大 然后我就给我妈用 而且我用的时候 我不是说给我妈敷 而是说我一边给她敷这面膜 我一边给她做脸部的按摩 然后我就能摸到她鼻子上有东西出来 就是有那种就是硬哥哥的东西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黑头 应该是吧 但是她用完以后 我给她洗完脸以后 她的脸就是 你就明显能看到她的毛孔变细了 然后她的鼻头变干净了 但你说她去不去黑头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她绝对是有细致毛孔做 因为我自己用在我自己身上 也会有感觉就是说她毛孔变细致 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那个这个价钱的 而且她不是特别的刺激 她很舒缓 她非常舒缓 她不是像那个Glame Glow那一款面膜 就抹上以后就撕 就是疼得你呲呲乱叫那感觉 不是 她这个就是抹完了以后就很舒缓 就像没有抹过一样 但是我唯一就在想 她这个很不容易推开 就是你要抹很多你才能抹整脸 那你就这么一小罐 那 我就觉得是不是太浪费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 是不是她得湿着脸抹 还怎么样 不应该呀 哪有面膜湿着脸抹的 反正我就抹的时候 就是要抹很多 才能把整张脸给抹全 所以我觉得脸大 如果朋友你脸大的话 就别买它了 我觉得肯定有相似产品的 只是一个面膜而已 然后我抹的时候 我心疼死了 感觉我每抹一个都是在抹我的钱 你知道吗 反正大家可以自己考虑 当然是你工作的人 你能接受范围内 其实八百块钱也还好 也不是说特别的贵 但我觉得就是 我估计是不会回购 因为它也不会打折了 我就因为打折了才买 用一下尝个馅就好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 当我们普通民众吧 然后之后呢也是去Safora 它那个 它这个 这一款 当时我就在想 我可这是什么呀 长得那么神奇 然后还打折 也是打折 就是它叫什么 Clear Difference 是那个亚时兰带的一款 它这个是专门 后来我就去查嘛 我说这是什么呀 然后就说这是制痘的 有那种消炎作用啊 什么的 你看这是这种滚猪设计 滚猪设计 然后你就按一下后边嘛 它没有了就往前一按 它前面就出上 就在你的豆上滚 它这一款是适合那种 偶尔冒豆的 比如说你可能要来月经了 你就冒几个豆这样的朋友使用的 就是你偶尔冒豆的 它这个一个系列啊 有那种日常护理的精华 就是说给那种常年是冒豆的 就是油性皮肤的美眉使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还有BB霜 它这款还有BB霜 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只在官网上看到有BB霜 就是这一款 就clear difference这一款 然后这个滚猪反正我回家使 就我这脑门顶上有个包啊 我抹完了以后它就 就本来是特别特别疼 然后抹完了以后 它就它反正就慢慢有消炎的作用 我能感觉到因为它很冰很凉 然后它很就是如果你抹得多 你会感觉你皮肤一下崩起来了 然后崩起来以后你就 你就说诶 你就说怎么这么崩啊 就是稍微会很痛的感觉 就感觉它在拔你的皮肤里的东西 就是你反正心里作用觉得还挺有效果的 第二天确实豆也变小 我日常护理我就不知道 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就量大量小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the body shop的东西啦 叮叮叮叮 也是打折我去买 这是我妈要买的 她这个我妈特别爱 她因为我妈是一个特别爱用橄榄油的人 橄榄油大家真的要使 就是我妈是原来皮肤特别不好的一个人 然后她就后来她就每天都抹橄榄油 每天都抹橄榄油 然后之后她的皮肤啊 她打我这么多她皮肤比我还细滑啊 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你皮肤不好的人 你真的抹橄榄油 你就算你油性皮肤你抹身上也无所谓 是不是你就油一点 但是但是你你起码你说的效果好 皮肤嫩的像什么一样我都特别爱摸我妈 因为她真的是太嫩了 她都是每天早上起来 因为那真的很油 你如果晚上她沾的被子上都是不舒服 你睡的也不舒服 所以建议就是早上起来抹一下嘛 然后她就抹那个就是专门是 就是做菜的那种橄榄油往身上抹 但太黏了 后来她就找到了这一款 她用比较多就是The Body Shop的这个什么 Beautifying Oil 反正就是这个就小小的这个O油 她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她有柠檬的她有桃子的有没有我忘了 反正我妈这回买的是巧克力的 因为她就巧克力的打折 她有不上货了嘛 但其实都是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她可以抹身上也可以抹脸 然后也可以抹那个抹头发这样 然后我妈就说她去希腊玩的时候 就晒的狠狠嘛 然后当时她就去希腊玩七天 把这一整瓶油都给用完 她当时用的是柠檬的 然后她就说她抹这油的感觉就是 不黏不腻吸收很快 然后而且很舒服抹完 所以她就一直就让我给她买好多瓶这样 然后当时看到这在打折 就立马就下手买了好多瓶 反正推荐可以试一下 虽然说可能大家都不太喜欢皮肤油油的感觉 但是我妈妈这么多年 我是看在眼里的 就是任何橄榄油都可以 任何的橄榄油 就是你抹身上 你就只要坚持坚持 哎呦 我就因为我坚持没有我妈坚持着琴 所以我皮肤都没有她好 她皮肤内角一个滑的 根本你就看 就是你摸她皮肤你都想象不到 那是她年龄的人该有的皮肤这样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带香味的 而且我嫌这个太油了嘛 所以我就买抹的是这个嘛 然后这个是那个激情果的 就他们家我最喜欢的两个味道 因为我比较喜欢清新的味道嘛 他们家最好闻的两款 就一个是激情果 还有一个桃子的 哦桃子我也买了 就这两款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大家其实就是抹完 就是弄完了以后抹就好了 但我觉得它这个有点 反正就跟这比起来的话 我抹它就因为它香 要不然我不会选择它的 因为我觉得它推不开 然后就感觉抹上跟没抹一样 就没有抹油的感觉 就感觉不是特厚 但是它真的很香 所以就这就为什么我一直抹它的原因 好了这就最近我买的东西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些衣服 衣服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 你看这身就是我买的 这时候我买了 当时买的时候我没试 然后回来以后就感觉 穿上有像风筝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大家喜欢就好 然后谢谢大家看啦 那咱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